小弟我本人就曾经被某一个单位的中校主官 耽误到晚上11点多才离开营区 才离开营区 所以呢 每一个人都有菜的时候 每一个人都有之前的时候 那个时候呢 我就告诉自己 只要有一天我当上人家的长官 我绝对不允许我的休假人员在腰巴洞洞后离开营区 这就是我的霸气嘛 我自己在菜的时候被欺负没关系 等哪一天我当主官了 然后我一定要改变 我就像有人说改变欠几嘛 是不是 总是要改变嘛 是不是 所以呢 有一些人就很奇怪 他明明哦 是菜的时候被欺负哦 他哪一天当连长了 他哪一天当士官督导长了 他反而想要报复在别人身上 我就不知道你们这堆死脑袋 这个脑袋装浆糊的人 怎么会有这种观念 你应该要适时的扭转 这个部队的传统文化 让部队朝向正常化迈进 怎么会说你以前被刁难了 所以呢你当官了之后 你就要刁难别人 那你们这些人不是废物吗 你们这么多规定有屁用啊 一点屁用都没有 你反而变本加厉 加租在人家身上 你们为什么不能跟我好好学学 我也曾经被刁难 那我反而告诉自己 因为我被刁难 我希望这种传统文化 那我就好了 我不要再让我的学弟学妹 或者是士官兵遭受到这种的对待 所以我才跟我执行官讲 只要叼巴洞洞 休假人员没有离开营区 执行官既大过一次 大过我讲错了 是大过一次 执行官既大过一次 对啊 执行官既大过一次 所以应该是有像 像我跟蔡宇宏 蔡宇宏就还记不记得 她可能忘记了 我跟蔡宇宏 也曾经待在同一个单位过 我们两个那个时候 有一次啊 休假就被耽误到晚上10点多 我不知道蔡宇宏 还知不知道这件事 可能她忘记了 那个是一个年初的时候 一个年度的年初 那单位主官啊 那时候就有说要做好 整个接训的整备工作 那这个主官也很奇怪 我很讨厌这个主官 这个主官被我将军将好几次 一点话都不敢讲 跟废物一样 跟废物 这个主官跟废物 我在那个单位的时候 这个忠孝主官被我欺负的很惨 跟废物一样 好没关系 废物那一段我以后再讲 那这个忠孝主官呢 就在曾经在营社 或者是整个接训前准备 前两三个礼拜 就开始下达了 她所要执行的方向 那中阶干部呢 当然也都按照这个 这个主官的指导 做好了这两三个礼拜的 人员规划 跟这个同事的执行工作 都已经规划 那每一天呢 执行官也针对这些工作事项 来做相关的这个执行工作 那在这两三个礼拜哦 这个主官 这个忠孝 对没错 还真的三不五时 有时候会到各个场地 来实施这个进度的 这个检查 也都会哦 但是呢 这个忠孝每次来 都是在那边跟老师官长 谈笑风声 也从来不曾听到她说 哎你们这个进度要快一点哦 这个内务柜怎么弄得那么丑 那里面要摆整齐 都没有指导 全部都没有指导 都没有指导 那最后一天的期限 她设定的期限是星期五 那星期五大家都知道嘛 星期五是个休假的时间点 那我跟蔡宇宏也要休假 那在下午的这个大概五点多了 大概五点多 就突然接到一个命令 说哎 哎 中校主官在看过整个 银色的整备之后 才发现哎 我们的进度怎么远远落后 东西还有那么多事项 没有完成 然后呢 就跟我们宣布说 赶快下去做 等一下晚上几点 互减一次 到几点再互减一次 那个时候我们就知道了 因为我那个时候跟蔡宇宏 应该都已经当15年以上了吧 那就知道啊 这个主官啊 又要用休假前 大家占力特别强的时间点 又要强奸我们的时间了 那当然啦 这的确是一个方式 没错啦 但是呢 你下达这个命令的时间点 太晚了 五点才下达 你为什么不两点就下达 你为什么搞这五点才下达 故意的嘛 这一看就知道 这个中校在故意刁难嘛 不然你应该下午五茶过后 就跟我们讲说 哎 很多事项没有完成哦 现在大家赶快去 把他最后做收尾的动作 没有哦 他到下午五点多才讲 然后呢 大家有没有吃饭 当然没有吃饭了 想要赶快弄一弄 赶快走人了 结果连续预检好几次 到最后 不知道谁 在九点多的时候 打了一通电话 给我们这个军团级的一个少将 做申诉 做申诉 那申诉过后呢 我印象非常深刻 这个中校主官 还集合大家 在那边说教说 你们为什么申诉我 我跟你们 我跟你们拼了 我就跟你们拼到明天 你只要没弄完 我就把你们留到明天 对不对 那请问 他被申诉难道没有道理 有道理啊 我们都是腰八动作休假人员 你为什么把我们留到十点还没出去 你被申诉帮好而已啊 那你集合我们 也是让我们觉得说 你怕了哦 你给我们宣示 你是不是怕了 结果真的不宜有他 在下一次预检 下一次预检 大概是十点的时候 那一次就 突然全部都通过了 不知道为什么 大家知道为什么 他被申诉了嘛 一个将军就给他下达命令了 你把人家放走 是不是 结果这宗孝就怕了 这个我跟蔡宇宏 当初都有在这个场地 我就不要说哪一栋影射前面了 蔡宇宏也知道了 那一栋很阴的影射 的前面连接二场 那个宗孝在那边跟我们讲话了 对啊 那他为什么就怕了 因为他违反规定了嘛 你有种就把所有人的农业家 都摆成明天的农八家 但是他没走 所以呢 经过申诉之后 他了不起出来放个狗臭屁 最后一次预检 所有的都合格了 不知道为什么 就把我们放走了 所以呢 这个事件呢 其实也让我有很大的影响 更能确定 我一定要贯彻 腰八洞洞层家 这个蔡宇宏一定可以作证啊 我跟他当下就在那一栋很阴的影射前面啊 对啊 我跟他那时候就在那个很阴的影射前面啊 所以呢 很多人很奇怪 你蔡的时候被欺负 应该是说 你以后跟我一样 以后我们担任相关的 有权力的人的时候 我们一定要改变这个组织文化 我们要改变军中的文化 结果不是哦 有些人反而是说 我以前被欺负 我要报复 我要报复 我要报复我的学弟妹 我要欺负那些士官兵 就是有那么烂的人 这种人一堆啊 而且我跟大家讲 我跟大家讲 我刚才讲到了那个中校主官 他最后升上校了 你看 这么烂的人竟然升上校了 你看老天有没有眼啊 是不是 有够烂的 而且完全不会知道 他被我将军好几次 对啊 他被我checkmate好几次 你知道吗 好可怜 他被我玩弄于骨掌之间 大家知不知道 我刚才讲那个中校 被我玩弄于骨掌之间 很可怜啊 我觉得他也蛮可怜 很胖 190公分 大概120公斤 非常的胖 我不要跟他说什么啦 我不要用一个生物来 一个动物来形容 很胖 那个脸跟那个生物 那个动物一样 对不对 虽然我女儿也是属那个生肖 但是我女儿没那么胖 是不是 所以呢 我们身为主官的人 他也被欺负没关系 你不要自己担任主官的时候 把那一股气 吸附在 你的这个单位的人员里面 这样是非常不厚道的 对啊 人家也看不起你 像我就永远会看不起你啊 我也忘记你叫什么名字了 我也不想知道你的名字 烂死了 对啊 烂死了 这种事情发生不少事 是不是 还好我在那个单位不到半年 我就离开了 还好 这种乱人我也不想给他知道 谢谢